来看今天已经是第八次上课 其实还蛮快的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其实只有14课 然后面的话慢慢就要再衔接网络 如果再接网络的话 就是做网络爬虫 那难度又更高了 而且爬下来的东西 还要再存到资料库 所以等于是又把前面的基础 再跟资料库接 接了之后再延伸到网络上面 做网络爬虫 所以难度相对的也会更高 所以回去的话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 尤其是资料库这部分 资料库其实还蛮重要 如果你不熟练的话 以后即便你把网络上的资料爬下来了 那你要放哪里呢 你总不可能说画面秀一下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最常被用到的储存装置 还是用在所谓的资料库 上个礼拜的话 大概就是讲了有关SQLite 这个资料库的相关的应用 包含就是说我们一定要 删入一个SQLite3 这个SQLite3的模组 它基本上主要的作用 就是帮我们怎么样建立资料库 然后我们再下SQL语法 用Create Table 建一个Table Table里面你要告诉他有哪些栏位 对不对 那以色列里面不用了 以色列就A栏 B栏 C栏 D栏 他其实以色列我是觉得他比较成功的地方 就是说反正你随便你爱放 你就是直接放A栏 B栏 反正就他已经帮你定义好了 然后呢栏位的形态也不用了 反正你放什么 你放数字 那你就存数字 你放日期就放日期 你放文字就放 就变文字了 OK那可是资料库不一样 资料库要预先定义好 比如说你这个储存格呢 形态只能放那个整数的话 那你就是不能放有小数点的 OK那如果你是定义成文字 你如果放数字那可能就 就他直接用那个文字帮你储存 那如果说你不管 反正放什么都可以的话 我上礼拜讲过 你应该用TEST TXT 他可以放很大量的资料 有点像你Sale一样 反正你放什么 那之后呢 你自己取出来之后再转型 不过他缺点是效率比较差一点点 那如果资料量不多的话 其实这个效率问题暂时可以 暂时可以忽略 暂时 那当然如果你资料量大的时候 你跑很久 那当然你刚刚考虑到效能 所以上礼拜呢 就是如何建立资料库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建立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的话就是 会有很多栏位 那上礼拜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编号 有没有 一个栏位是电话 那以后当然不止这么简单啦 以后的话会越来越多 所以呢 有可能有 后面有个范例 就是把会员资料 读取出来 直接放资料库 就这么简单 那读取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用那个 有没有 读取嘛 用open嘛 open 然后呢 刮胡之后 把档案名称 告诉他在哪里 然后呢 逗点后面就是R R的话就是读取模式 那顶多是你要注意说 如果你是UTF8 比如说网络下来 下来的话 你可能要incoding 编码方式要告他UTF8 或者的话呢 他就会读取失败 那这里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 把建立资料表 然后并且新增资料 并且把它读取出来 所以其实最重要 资料库的应用里面 最重要就不外乎 你把资料放进去 那我们前面是 一笔一笔的输入 那今天的话 也许我们再延伸 就是一笔一笔输太慢了 假设会员资料 比较笨的方法 就是你把它列印出来 然后一笔一笔慢慢key 对不对 会员每天都要key 那不是很浪费 所以最好 如果你已经是个档案了 那你何不呢 直接用什么 之前我们教过的 开启档案 并且呢 把它批次的写到 资料库 上个礼拜是 一笔有没有 慢慢输入 输入一笔就写一笔 输入一笔写一笔 那如果说你今天有这种需求 就是希望 档案直接批次写到资料库 那要该怎么做 这待会再来看 另外其他还有就是说 写入资料 用slate语法 把它查出来 用delete delete方法 可以把它删掉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有哪一笔资料 你要把它删掉的话 你只要告诉他说编号是多少 编号多少 等那个资料帮我删掉 另外还有一个update 修改 就是说哪一笔资料呢 我希望做一个修改 比如电话号码会员 他已经换了 比如说前一阵子 499之乱 大家都换号码 也许西码 对不对 那也许你换了号码 你可能要改一下号码 那你就update 那就用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管理会员 当然一般用的比较多 像什么 进销存系统的类似像这样 新增就是进货 对不对 如果出货的话就删掉了 333剩几笔 那最后的话你可以到几笔的时候呢 可以再进货 那就再新增嘛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资料库 做一些应用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再来看 就是有关那个后面的部分 所以云端白板里面的零物 那这边的话 在比较后面 这上礼拜的东西都在上面 我们是讲到删除嘛 然后查出来 update 再把它查出来 所以基本上 关键好像最重要都是要把它查出来 因为你已经放进去了 你要把它读出来 那如果说你 不用那个 slate这个语法 把资料查 就是那个资料库里面 东西调出来看的话 那你就还要配合另外一个软体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 那个seqlite browser 那个软体其实主要就是说 你有时候写进去 虽然你假设还要再写一个查询程式 有点麻烦的话 那你干脆什么 直接用seqlite browser 直接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一串 反正就大概这些方法 熟练之后呢 其实都用久了 你就习惯了 那有一些如果再次记不起来 记得 像学程式 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你要把资料留下来 不然的话哪一天 你突然要用的时候 那个资料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现在云端也不会永久存在 课程结束之后 不会马上不见 但是有可能会不见 有可能会就连结 因为这不是我的嘛 这是Google的 对不对 另外还有可能有整理嘛 对不对 那慢慢资料 可能搬动位置之后 那你不可能说你 你可能隔隔三年五年之后呢 然后突然哪一天想到 然后发个mail 老师你钱的那个东西在哪里 你的影片怎么都不见了 三年五年前呢 没有保固这么久 保固也大概一年吧 对不对 所以记得 软体没有 像这种上课没有保固的吧 对不对 不过我的课程有个好处 就是东西都还在 而且以后还会有新的东西 所以像这些都算是基本的 以后还会有更多 更进阶的应用 我觉得与时俱进这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些 新的东西 可能你就会慢慢被取代掉 OK所以 像十年前这东西都还算是很厉害的 现在已经慢慢连 可能中学生 慢慢他们都必修 城市设计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我们要练习一下 就是会员资料的读取 与写入的练习 那这个资料在哪里 请各位呢 一样到云端白板 这边有一个会员资料 那这个会员资料目前 他是放在那个 我是放在云端上 对不对 那请各位打开之后 一样把它怎么样 下载 下载哪一种格是最方便读取呢 其实用CSV吧 OK 所以请各位 待会呢 第一件事情 先去下载这个会员资料 点CSV 那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单笔输入 变成这边全部输入 也就是说呢 你沉睡直情呢 他这边有几个会员呢 我们看一下 总共有A到E 所以五个栏位 上个礼拜只有编号 到电话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 我希望呢 这五个栏位呢 全部都帮我放到资料库里面 并且把它读出来 大概就这样而已 放进去读出来 那目前呢 这个里面呢 坎错向下 总共有50个会员而已 OK 那如果以后质量多的话 其实也是如法炮制 所以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待会找到云端白板里面的会员资料 OK 其实这个member也可以啦 不过他是TST 之前也有练习过 这两个都可以拿来玩玩看 甚至如果说呢 你做完这两个还不够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拿那个邮局 全省邮局的那个资料 合并完之后的东西 也是可以全部把它倒到资料库里面 并且把它读出来 那首先大概第一个呢 开启会员资料 那请第一个把它下载 格式呢 请各位用CSV OK CSV之后的话呢 我在资料夹中显示看一下 它是这个档 不过好像之前有下载过的样子 所以这个啊 这边有 所以我再把它删掉一下好了 OK 那这个档的话呢 第一个当然呢 我们要判断什么 按右键 我前面好像讲过 就是你可以先用 记事本开看看 为什么要用记事本开呢 我的习惯是第一个啦 先判断说 它这个按右键 用那个开启档案用记事本 第一个呢 先确定一下 它的编码方式是哪一种 不过理论上呢 当然你开启 我慢慢就知道 按右键 然后呢 它会开启来 但不会有乱码 按右键之后 你另存新档 你可以看到 另存新档呢 主要是看这个 编码方式 其实如果说 从那个Google的云端 试算表的话 理论上应该都是UT8 所以呢 你等一下要开档的时候呢 记得encoding要等于UT8 否则会开启失败 这个好像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这个概念蛮重要的 那因为呢 它编码方式是UT8 你在那个记事本里面 看起来是不会是乱码 可是如果说你用什么呢 直接把它点两下 它会用Excel开 那Excel预设的是 CP950 有没有 所以你看里面都是乱码 我前面好像也有讲过啦 如果你不希望它乱码的话 很简单嘛 你就 其实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记事本 只要另存新档 把它的编码方式改 Ansi 其实就可以了 那在记事本里面叫Ansi 可是在那个 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 就是Python里面 它是叫CP950 OK 所以呢 只是名称不同 但是讲的是一样的东西 或者有些叫BigFi 以前应该早期 这个编码方式 那已经很久远的东西了 目前微软还是没有改 不过我是觉得微软应该 要与时俱进 它没有跟上 以后应该还是全部要改Unicode 对 Utf87其实是Unicode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把它改Ansi 把它储存好了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再开启它的话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那个 用CP950 所以你如果Fython 这个就不会乱码 有没有 所以其实就编码 这也是蛮常遇到的 如果你把它做个变更的话 那以后就OK 不过 当然我还是强烈不建议你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一般目前 其实除了微软的 这个软体跟系统 会用这个Ansi之外 其他都是Utf87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要与时俱进的话 不如你全部都用那个Utf88 储存一下 OK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练习 把这些档案 全部都用那个档案的方式 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建一个资料库给它 如果你不建一个新的吧 你就用上个礼拜那个什么呢 Cursor01.db那个也可以 只是说你要在里面 建一个那个资料表给它 那资料表 里面要五个栏位 所以你要建五个栏位给它 然后五个栏位之后的话 又insert into的语法 把这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帮我写进来 所以我开启 当上我们其实把 那一笔一笔的把它写进来 不过可能要避开第一笔 因为第一笔是栏位名称 你给它避开 所以我要把第一笔避开之后 然后呢 把第二笔 一直到 好像五十笔 其实第二到第五十一 分别怎么样呢 把它写到资料 insert into 可insert into里面的话 我们有五个栏位 这五个栏位里面的话 你必须要怎么样 把它切开来 用spritz 把它中间 把它这样 整个把它 切开来之后 然后呢 一笔insert 一笔insert 那一笔一笔insert的话呢 可能要跑个回圈 跟它讲说 我的range 是从那个 我这里面的资料 从第二笔 开始帮我insert 有没有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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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个我们的 这个database里面 最后的话呢 再把最后的结果 slate出来 OK 大家你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上面其实 有大概的做法 我们在这里 练习题 就是会员资料的读取 和写录 读取是读取档案 写录是写录到资料复 OK 那里面当然 因为它utl8 所以前面也讲到 你可以fopen open你给它一个什么呢 你的档案的位置 当然这个档案位置是相对位置 如果你是放在同一个资料夹 你就直接这样 但是如果你是绝对位置的话 记得前面要加个r 然后跟他讲他的位置在哪里 这好像前面有讲过 r 然后encoding utl8 OK 给他utl8就可以了 然后一行一行读取的话 有没有 for line in F 的这个物件里面 帮我一个一个读进来之后 这样sprint把豆点割开 然后呢在print出去之后的话 因为我是放在list1 这个串列 那分别把它print出来看看 这个第一个 读取先做 因为如果说 你要一边读取一边写录 但是可能复杂度太高的话 也许你可以先从第一步先复习 因为这应该前面写过 没问题吧 再来的话就写入 写入到资料 所以这一段呢 还要跟上个礼拜的资料库 把它串在一起 难度就更高 那我们按部就班来好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再复习一下 那再来就是把会员的资料 先下载下来 待会我们按部就班 反正需求很简单 就是把档案直接开起来之后 先列出来看看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再写到资料库里面 OK 这难度已经算比较高 不过工作上面 我想这种应用应该是还蛮普遍的 因为蛮大量的资料 大部分都不在资料库里面 但是未来你要在资料库里面 做相关的应用 你一定要先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 才有办法做后续的应用 所以我们要先完成第一步 先试一下